進入操船模擬室 眼見外頭鎮狂風暴雨 這個船艙距離廣動 想要當船長切勿驚慌失措 要把船安全的使向目的地 我們會在上面先規劃 我們要走的航線 你大概什麼時候要轉換 你要先知道 所以你要先規劃你的航線 孩子們聽著老師講解 了解船隻運行的過程 模擬自己當船長 將船安全使出港口 邁向大洋洲 好 大家再忍一下 現在大概有到九級風了 連辦12年的海洋營隊 今年以海運小達倫為主軸 第一天先到 搖米海洋文化藝術館 了解海運人員的職業種類 與工作項目 第二天的課程活動地點 在海洋大學 體驗操船模擬機 及航海節的起源 第三天的課程活動 在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參觀海洋直探基地 與海巡艦艇 並安排搭乘方舟一號 出海體驗 及參觀海科智能館 我們希望經由這三天的課程 讓同學們知道 有許多的海洋職業 跟他們的未來的前景 還有希望藉由知海 然後進而愛海而親海 達到我們海洋教育 最主要的目標 這次的營隊我認識到很多關於海洋的職業 然後今天的超船模擬機 讓我知道要當船長不簡單 還有參訪海大水生動物中心 認識各高經濟價值的魚種 單價高的 那像現在這一缸叫做調石雕 那後面有一缸是斑石雕 那這是我們比較偏冷水性的 聚焦在海洋執癌 並針對其中海運產業中的各項 讓職業屬性進行深度的探討 讀大學的話 我就會試超船模擬機 這個活動裡面剛好有 藉這個機會來體驗 我們現在這條船要進港了 為打開認識海洋運輸職業的大門 開啟孩子們對海洋的關愛與保護 記者蔡曉君 基隆報導